到底要做多少轮的全员核酸 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呢 跟大家科普一下 经过之前其他城市的经验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共做六轮的全员核酸 因为多变的全员核酸策略是 不影响经济活动的最小成本了 何为地区呢 是一对一的核酸检测 重点人群五混一检测 普通人群十混一检测 每次筛查都会把新增的病例提走 那其他的人通过六次筛查之后 就可以实现完全的物理隔离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99.99%的人啊 都是一个动态的隔离 三天一次的全员核酸乘以六次 一共是18天 之后呢 要有两个七天没有新增的病例 风险才是完全的解除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也可以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让更多的人可以积极地配合全员核酸 大家千万不要嫌烦 我们种植成城才能度过难关 我们种植成城才能够过难关